各位朋友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散步,看风景的秘境 这个秘境就是台湾最新的水库,湖山水库 湖山水库距离国道3号的抖流交流道大约7公里 中间会经过乡间小路,但是没有蜿蜒的山路 不会形成景点到了人也倒了的窘境 园区设有停车场,水库入口在管理中心旁边 除了公务车外一般车辆禁止进入 但人员在开放时间内没有管制,也不用够票 开放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5点 走进来刚好遇到导览人员在介绍光蜡树上的独角仙 这在都会区看不到,大家都觉得很新鲜 旁边有一只胡子都白了的黑狗也过来凑热闹 这里是水库区 这个告示牌写着注意事项 旁边这个空罩图标示着道路距离,以及一些提醒事项 湖山水库坝长1521公尺,来回超过3公里 沿着水坝的步道散步,欣赏湖光山色的美景相当惬意 在左侧桥墩上面写着水库兴建的过程,以及环保议题介绍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慢慢研究 这一块写着湖山大坝的结构及坐落的地点 桥墩外面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随风摇摆形成波浪的画面 不禁让人心情宽阔,忘却烦忧 不过这片草地目前没有开放进入 只能远观 湖山水库位于云林县斗六市与谷坑相交界 集水区面积6.58平方公里 主要的目标是解决云林地区水源不足 并且减缓因超抽地下水而造成地层下陷的情况 它同时也支援彰化和嘉义地区用水 从这边看过去可以知道 湖山水库是依着地势兴建 看起来大致上算是三面环杉 这边看过去 在这一大片草地外面 是刚刚开车进来水库所经过的村庄 由于没有工业污染 这里的空气也显得格外的清新 这个水坝不到没有树荫 来的时候要做好防晒措施 或是选傍晚的时候来 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更远的地方 大概就是斗六市区 继续往前走可以盗取水塔极易红道 今年雨水丰沛水库已达到满水位 据说这是近三年来首度蓄于满水位 上月底开始进行自然一流 半圆瀑布搭配潺潺水深很吸睛又疗愈 让大家多欣赏一下这难得的景观 这边是一红道 一般游客大部分都走到这里折返 这一段路单趟大概600多公尺 继续往前走的景色跟前段差不多 这里有一个装置艺术 旁边有一个凉亭 可以稍作休息看看风景 再走回程 今天的分享希望你会喜欢 记得按下订阅给我鼓励哟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